保龄茶室以食物中毒酿一死,医师判这毒素是原凶。 原百姓一保龄茶室传出一次食物中毒案件, 截至3月26日晚间已一人死亡,两人装叶克膜,一人甘衰竭。 死者吃了桂条,香兰叶果汁,卫生局称不像会致命的食物, 所以还要等待检验结果。 据报道一位不具名医师推测,原凶孔是米胶菌酸毒素, 来自保存不当的米类制品,只要一毫克就可能致命。 肾脏科医师严宗海提醒,食物中毒一开始通常以急性肠胃炎来表现, 用餐后身体不适应尽快就医。